继续开会 这一节请李议员雅静 咨询时间45分钟 谢谢主席 市长副市长 还有所有局处的首长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市民朋友 市民朋友 还有那个媒体先进大家找 那雅静今天 想要几个问题 来就叫我们的 市长及市政团队 首先 人家都说杠市是人权城市 那我们的市长 也是人权市长 怎么说呢 我记得在1979年的时候 12月10号 国际人权日的时候 其实杠市有举办一个大游行 那我们常觉得 用我们先举例一件 先用面包师傅 黄师傅的一个案件 这个事件来做一个审施 我们刚刚是不是真的 说一套做一套呢 这个人权日 我们有在这个国际人权日里面 其实我们有举办一个大游行 那也在这个大游行过程当中 其实也发生了美丽岛事件 我想现场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那高雄从此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民主的一个胜地 那这个事件当中的主角之一 我们的陈局陈市长也是美丽岛事件 成为美丽岛事件的一个人权斗士 那其中他也是美丽岛世代 里面人活跃在政坛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一直提呢 市长其实是人权的样板 怎么说 在2006年12月25日 我们市长就职高雄市的市长的时候 其实就马上成立了人权委员会 那也这几年人权学堂也好 或者是有关人员讲也好 其实陆陆续续在办 那雅进也针对我们的人权学堂 学堂的一些相关的业务也好 预算也好 其实咨询过好几次 那也期望人权学堂真的是 能有那么一个样子 而不是就是只是在美丽岛 我们的美丽岛车站这 刚才一个位这样而已 那所以 我觉得每一年我们共识 针对人权 不管是教育局也好 研考会也好 或社会局也好 其实都编列了相关的预算 那真的有落实到这样的一个人权机制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用这个事件 面包师傅的事件来看 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戳 是不是已经戳破了人权城市的一个假象 第一个 卫生局常跟我们议会抱怨说 不管是在任何的业务上 我们的人力其实是不足的 坦白说是真的是不足 我们共识这年大三百区两百万人 两百万两百七十几万人 我们的卫生局业务包含包罗万象 坦白说真的是人力不足 但是针对这件事情 卫生局真的是当天就派了两名机查人员 去现场做集合人家小小的工作房里面 或许市长您不知道 但是局长您可能知道 这也可能是您指派的 那国税局也是跟着脚步进去去查 所以看他合不合法 那房东也因为某种原因 也要市府搬家 我想这感觉是高雄的白色恐怖 我常 我记得我在三个月 在这一次的保安部门的业务咨询里面 有请我们的卫生局长 针对我们共识的面膜 下去做集合 我有跟市长报告 局长有跟雅靖承诺 一个月内 要去机查看看 有没有不合规定的相关事件 所以我给你报告 我们的人真正不足了 查不出来了 我们高雄市 又要告诉我们这是面膜的大城市 因为我们很多的代工 我们有很多的一个面膜工厂 可是 这样衍生什么 当订单满满的同时 做不出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有家庭代工厂 他合乎规定吗 卫生局局长跟我说 其实是不合规定的 可是他真的充斥在我们高雄市里面 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高雄市卫生局查不出半件 他找不到家庭代工厂在哪里 这里面罚了几件 五基金头子算得出来 五基金头子算得出来 你面对黄师傅面包师傅 这个案件的时候 你们怎么要把电影视 好像带你去 什么生仇大恨这样 面对所有高雄市民 甚至是我们的形象问题的时候 卫生问题的时候 叫你们做账手 你们做不出来 市长我想 这有损利 我们做人权样板的一个代表 所以 亚建要跟市长 做一个小小的主张 刚刚是因人权而伟大 不会言 但是我也要跟市长说 互望民主人权的理想初衷 互因绝对权力而绝对腐化 人权市长 人权城市 要说得到 做得到 要保证 类似像面包师傅的 这样的白色恐怖事件 从此在高雄 绝集 市长 您怎么说呢 市长请回答 请市长回答 谢谢 谢谢李一言 人权的理想 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 刚刚面包师傅的事 细节我不太了解 我知道您不知道 可是您能不能像 跟我们市民保证说 类似这样的事件 能不能从此绝经呢 第一个 我是认为刚刚 我们国民党的方议员 他在谈食安 但是现在又认为 卫生局依照检局 去机场食品 又是不对 这有双重标准 但是如果说 我们就是论事 不要换政治化 没有换政治化 所以雅静要特别提醒市长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我是说 如果他们有任何 违缓人权的事实 那我会觉得 李一言的指教 那高雄市政府应该深切检讨 但是我所了解 包括我们的财税单位 去辅导他怎么样的合法化 包括面包师傅 食品安全 1999 他必须任何检举的电话 他有一定的实现 一定要去检查 这是1999 有我们队友的同仁 我想市长提到1999 这问题更多了 没关系市长 你能不能像我们高雄市民保证 像面包师傅的这类的白色恐怖事件 从此在高雄市决定 没有白色恐怖 我不接受白色恐怖 那能不能像这样的事件 任何一个人 可以从此在高雄市决定呢 如果有违缓人权的话 我想高雄市政府 如果有人因为政治的立场不同 遭受到迫害 那我觉得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我们应该要检讨 如果他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我们去检查他 那我会要求我的团队检讨 谢谢市长 谢谢 但是我们做该做 而且做应该做的 我们绝对支持 向雅静一而再提醒你 面膜的事情 家庭代工厂 就是你们应该做 该集合你们没有集合 然后检查不力 到现在连一个影都没看到 这个可能要特别提醒 再来 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主题 雅静想要 跟现场的各位 说说一些 我们凤山在地的故事 我们凤山五甲 五甲国民住宅社区 在图片的 图片的左边 是未来可能会美轮 就是美轮美奂的双厅院 就是魏文国家两厅院 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 你们现在看到的右手边 这个是我们乌龄到今年为止 租38年的五甲国民住宅社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包含到 我们凤山国光 国泰国荣 国富里 还有新富里 我们说的五甲社区 大概都是这几个礼 这几个礼 那这里 分着 严格来讲 分成大概有七期 有七期的时间 这里面大概有 六千零三十二户 都在这个地方 那早期这里是一个 典型的一个社会住宅的一个 就是社区 里面包含了国小国中 然后也有商业区 也有我们的幼稚园 还有停车场等等之类的 那再让市长 还有现场的局处所长看一下 左边这一张是新加坡的社会住宅 这个还是有得过奖的 那右手边这边是我们 目前现在的五甲国宅社区 这个也是新加坡的社会住宅 那这是我们 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期的 五甲国宅社区 我记得在上次 县市合并的市长选 县市合并第一任的 历届的那个市长选举里面 我们的市长候选人 都有提到要超越新加坡 取经新加坡 那当然陈局成市长 您也也有在这个市长的选举里面 你也提到说不排斥 借进新加坡的经验 所以高雄超越新加坡 成为那时候选战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到底要跟新加坡 去取经取什么经 就是我们要学习它什么呢 除了自由经济 免税的 没有关税的那个自由经济区以外 再来就是社会住宅了 我们的社会住宅了 那再加上 再加上新加坡其实也有提到说 社会住宅是他们的稳定的力量 那也有提到有一个财经作家也有提到说 10年前他到新加坡的时候 用相当于400万的台币 买下了这样的一个组屋 这个组屋大概有30坪大 有99年的居住权 同时间新加坡当地的建商 卖15坪的预售套房 折合台币就1200万元 即便是售价便宜的租屋 公共建设跟它的设备 在新加坡新加坡的政府还是用水准在盖 所以当他看到台湾部分的民意 还停留在社会住宅是穷人在住的观念的时候 他觉得很不可很不可思议 那我们看我们台湾 台湾这几年来 其实我们的贫富差距 最富有跟最贫穷 我们取两端 5%这两端 大概相差几句差了 大概112倍了 112倍了 这也表示什么 有一个人住老家 住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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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存草料 可以住而已 所以 所以也显现出社会住宅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它可以带来社会的安定 然后治安的稳定 相关的问题之类的 所以在这一次 我们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 他在双十演说的全文里面 他有提到 国家因改革而伟大 那他也有提到说 4年8万户 8年20万户的社会住宅 他提到 年轻人忧虑房价太高 负担太沉重 我们便着手办理社会住宅 4年之内我们会办理8万户 预计8年办理20万户 台湾会跟许多先进的国家一样 变成一个社会住宅普及的国家 所谓的先进国家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比例为是新加坡 那最近这几天的事吧 在我经济学人的那个特刊里面 他其实有邀请我们总统府这边 有发表一个特刊 我记得在第六段 他也有提到说 小英总统要在2014年以前 要有20万户的一个社会住宅 那又加上在11月14号那天 小英总统晚上也有召开一个 执政政策协调会议 里面也有提到社会住宅老宅更新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配套 他更是有提到说 台湾的老旧公寓 约15万栋 也就是说大概会有100万户 那如果将这样的一个老宅更新 或者是推动社会住宅 会创造多少的一个产值 他有提到4千亿 4千亿元的总产值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重视 我想市长您有在准备 您也特别的去重视 而且这关于老屋见解或拉皮 其实目前立法院在修法中 那雅静也在这个会期里面 有提案说 要将五甲社会 五甲国宅 然后推动一个 类似像维都更案 或维行的都更案 或者是让他有短中长期的一个目标 甚至在公务部门的时候 雅静也有像我们的 独发局 还有公务局等等单位 来做一个建议 是不是可以去 研究看看该怎么做 可以让我们的五甲国宅 可以焕然一新 我不晓得现场的各位朋友 有没有经常走南京路 那那两厅 卫武营两厅院 刚才在我们这样过刚才右手边 再过一堂了 那儿就落成了 那儿就落成了 那儿就很漂亮了 全东南亚 最大的两厅院 在我们高雄市 在我们红山旁边 全台湾 最古的国庭 也在我们红山 很三十八年 在哪里 在五甲社区 也在南京路上 你看 但右边是很Fashion 很Modern的一个两厅院 左边是三十八年的老旧房舍 那我觉得这也有爱 有爱我们的一个市政 跟我们的一个地方建设的一个发展 所以雅金在这里要提五个 五项社会住宅的一个主张 第一个在短期里面 是不是可以将五甲 我们的五甲国宅社区这边 推动老宅建检 还有拉皮的工程 这至少我们中央可以 目前已经有着手在修法 然后也有一些相关的专案经费 其实是可以提供给 我们刚刚是这些这么久的住三十八年 甚至有的快四十年的 这些老旧房子 其实有一个配套 因为这些住老旧的老旧别的别 要用我们自己的经费 还是用我们现在的维护经费 的利息其实是不足的 而且有些排维修都已经排到 明年后年了 那再来 是不是也可以推动一下 推动五甲围形的都根 同时进行社区的绿美化工程 像我们新草芽不是也是在推动 那个围形都根吗 如果我们要重新再依现在的环境 下去去做规划的话 其实也可以比照我们新草芽 那样做围形的都根 不管是它的面积或量体 其实可以依这边的那个 实际的状况下去去做讨论 让这些住户其实可以有一些 喘息的空间 不然 那不是老店老旧就是 它那个已经夸张到 二三楼都会漏水 连公共区域的楼梯也会漏水 然后又有臂癌等等之类的 那这是近期的目标 那中长期的目标呢 我们是想要 是不是可以建议说 推动五甲社区办理全面都根 接近新加坡的经验 新建现代化高水准的社会住宅 比如说低楼层用低楼层的部分 我们用朝商业发展来做一个推动 中间的那些楼层保留为社会住宅 保留一部分是社会住宅 那高楼层的部分当然风景比较漂亮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建设为高级住宅区 让它可以其实是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我住在这个社区 就是人家给我贴标签 说我是劳工阶层的 或者是比较特定对象的 不要让这些人其实是 有这样的一个被贴标签的概念 其实新加坡早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推动了 那今天雅芊要出门之前有看到 我们台北市正义国宅吧 也是在推类似像相关的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都会型的一个社区 要这样来推动 它也是这样的概念 底下一楼可能是那个朝商业发展 然后中间变成是社会住宅 然后再往上就变成是高级住宅 我觉得这样其实可以让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领域的人可以互相交流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区多元化 更融合化 那接下来第三个主张 我想是不是可以配合魏武营两厅院的启用 让五甲社区成为凤山的黄金新地标 甚至是成为我们原来高雄县就是南高雄这边的新地标 因为北高雄大家都知道美术馆那儿其实起了 这样也很漂亮 地价也相对带高上来 然后生活机能也不错 可是凤山也不赖 为什么 我们这边有热爱中山高速公路热爱 交流道的点湾红松啊 然后还有小港机场 临近小港机场 又有捷运 又有公车 现在陆陆续续 也有那个我们的脚踏车的租赁站 其实不管是交通也好 或者是整个一个凤山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魏武营也好 五甲国宅也好 值得我们高雄市来做一个重大的一个建设 那社会住宅也能拥有一流的标准 更可以落实蔡英文总统的政策 那还有一个是前阵子大林浦前村案 我记得刚没多久有开过公听会 还是说明会 那他们何去何从 其实也可以考虑在五甲 我们的社会住宅里面 maybe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在这里面 然后其实也让更多的市民朋友 去享受不一样的一个重大建设 跟我们国家的一个社会福利 第四个主张是 市府可以目前马上立即行动的是 是不是研考会这边 甚至雅庆上次有跟读法局说 你们是不是可以编列预算 委托学术专业单位 进行五甲独根及兴建社会住宅的可行性评估及规划 作为市政推动五甲社会住宅政策的基础理论 我想市长常常说 不管是新南向要高雄要当成门户也好 或者是社会住宅也好 高雄有太多的优质的条件是可以协助推动 让这些民有所居然后让大家都有饭可以吃 所以老师第四个主张要建议给研考会跟读法局或相关单位 其实来做一个调查 那第五个主张是小英的社会住宅 我想市长黄妈鼎丽相助 绝对如果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一起共同来努力的话 我想市长一定使命必达的 尤其我们市府团队想做的事情 其实我蛮敬佩的就是说 想做的事情你们一定会克服万难 这是雅静一直觉得我们市府团队还蛮厉害的 那针对这五个主张 包含雅静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五甲国宅目前的现在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是不是请市长可以提出简单的一个回答 请市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社会住宅不要标签化 这是一个高度的理想 我非常认同 但社会住宅跟都市更新 这是两件事 那我会觉得说 五甲社区现在大概是五千多户 它必须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 但是我们五甲社区管理委员会 所有团队里面的意见都不同 所以我们只是没有管理委员会 没有管理委员会 包括刚才的理议员提起 是不是我们可以来拉皮 是不是可以来房屋做好的建策 这个必须有管理委员会 大家共同的决议 包括未来 有没有可能违行都更 这个部分其实 现在都更 当然 我看有些希望 对于都更 自用的住宅 中央政府希望在这个部分 有更高的优惠 可以吸引更多人 管理共同来参加 我想这个都是好事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五甲社区 未来何气何丑 能不能它现在 在我们的两厅院的周遭 能够有更好的改善 这个部分我们都严厉来努力 但是跟五甲社区 它必须有一个管理委员会 这个部分 没有你现在 当时发展区 要怎么去队外 要怎么队外 其实市长给你报告 这不是一个管理委员会 但现在你们局长给你pass 怎么办 这里其实可以把它分成 最少四期至六期 六个区域的管委会 包含现在其实D型大楼 F型大楼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委员会 他们都有在开会 其实他们已经慢慢在推动了 只是说局长因为刚来而已 可能他给你pass的答案不对 然后再来 其实我们一共前面一共分了四期 这四期里面其实可以让他们慢慢去形成一个管委会 那前任的局长其实他有在推动 但是肯不走 后面的这一任很疼的 根本就没在盯盪 没在盯盪 没在盯盪要怎样 你不能去怪人 没盯盪 因为他们完全都不懂啊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我们的都发 对 就请都发局尽全力的来去协助 好 或许说也可以把它变成是 那边有五个里变成五个管委会也不错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去慢慢推动 那如果您刚有提到说 这种东西不管是要拉皮也好 或者是要违行都更也好 也要有管委会才能去推动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奇怪的 怎么会奇怪 你们一定要共同的决议 住户自己 住户要出一半的钱 拉皮不是说政府全部要扎单 其实这个其实也可以 我们也号召 比如说由里长 里林长 或者是我们有里干事来帮忙 可以讨论 对 这个都可以去推动的 那这也是亚金要在这里 要来帮我们 共事市民去推动 因为 我们这个量庭 市长你请坐 我们五甲国宅社区 这个量体可能是 整个概念是最大的 最大的一个量体 它的整个总面积 来到了25.8公顷 这总共五甲国天 25.8公顷 很大的 我们可以好好整个 好好来 整个做一个整合 包含现在 会停车的问题 现在很严重的停车的问题 包含我们 住的安全的品质的问题 都能来解决 因为 我们不希望说 万不利有一个风災 什么月后 才有发生什么状况 还因为停车的问题 有什么意外 我们不爱 我们不爱看到的状况 所以这个 亚金也要在这里 以这样的一个 总之行的时间来 提醒市长 提醒所有的市政团队 也拜托你们来帮忙 我们共事的市民 将我们的五甲 国民住宅 这样这个社区 来做一个 至少有短中长期 可以让大家参考 亚金没有硬性说 一定要拜托市长 力点二百万都更 这样就像老板 因为我们知道 那没好做 这个拜托我们 市府团队 尤其坐在市长后面 那一个 独发局局长 认真一点 然后接下来 我想我从一百 亚金从一百零三年 就一百零三年 年底就有跟市长 提到有拜托市长 先借这个机会 先跟市长说声 谢谢 也跟你说声 抱歉 之前误会你了 市长在这一次 一百零三年 十月的时候 亚金有提出说 我们文中小一 这个用地 大概有二点四五公顷 是教育用地 学校用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一部分提拨出来 是可以来做 盖那种图书馆 文山图书馆 把它变成是多功能性的 maybe可以融合文创啦 或者是像中文图书馆 也有妈妈教室 让很多 很多不一样 年龄层的人 可以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其实有充分 可以去享受的一个 图书资源啦 那 那为什么要说 先说声谢谢 因为市长 其实他私底下 有去行政看 但是他本来说 要接我们八个议员 这会去行政 结果他把我们努力了 那亚金一直以为 市长没有去 现在这边跟市长 说声抱歉 那也跟你说声谢谢 因为你说到 你也做到一半 你有去到行政 去帮我们做评估喔 那当然 我为什么说 公设地应该公众用 挂羊头卖狗肉 这样的一个图书馆 其实亚金不是只是说 只要爱图书馆 因为我也想要融合高雄 在地的一个元素 我们高雄什么 什么 日照 那所以绿建筑也是我们公务局 一直在推动的 那如果可以把绿建筑的概念 高雄错的概念 把它融合在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像我们高雄市图书总管 这样子也是融合这样的一个概念 让它变成很棒的一个 指标性的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也不错 所以 第一个 亚金在103年有提到 要来新建文山图书馆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我们的总咨询里面提出来以后 也获得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个 广大的回响 尤其他们更共同联署来要求 来拜托亚金来请求市长 是不是可以真的更谨慎的去考虑看看 那亚金也在议会里面召开了 文山图书馆的公听会 一次两次的公听会 其实都有很多人 很多的在地的一个团体来参加 可是 截至目前为止 我觉得市政府不晓得是 幕僚单位给的资讯是不对的 导致让人家觉得说 市府在漠视民意 不要拒刺文山图书馆 还是说 真的有盖学校的必要性吗 到底这个学校 盖学校有这么的急迫性 或者是说他真的需要那么大的土地吗 二点多公顷需要那么大吗 其实盖个图书馆了不起 也给你三百平吧 需要用到我们多少的资源呢 所以 亚金也对于这样的一个文山图书馆 然后市府一直默示 然后都不去重视我们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 做了一些分析 小小的分析 第一个 其实亚金在第一个主张里面 是想要 是否可以 配合我们刚刚亚金提到的 卫文两厅院的启用 还有我们凤山 在一百年那时候启用的 大洞艺术文化园区 再推动 新建文山文创主题的一个图书馆 让凤山可以成为艺术级展演级文创产业的一个 卫武营翡翠山脚园区 刚好金三角 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子呢 其实 我如果没有记错 我们在 东边那边有高雄市的图书总馆 其实我觉得市长来高雄以后 其实让我们高雄市的市民可以感受到 让我们随处想要去 比如说去图书馆享受一些图书资源 然后去阅读不一样的一个专业 比如说像我们大洞就是建筑的 建筑类的专业图书馆 那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真的很不错 慢慢整个气氛带上来了 那我就会想说 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个 东友高雄市高雄市立图书总馆的一个 黄金园区 钻石园区 然后我们西高雄这边有一个 雅金刚提到的 卫武营翡翠三角园区 让知识文化文创 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要件之一 我想这也是高雄跨出城市转型的第一步 这个要来再一次再一次的请托 像市长还有所有市府团队 请你们谨慎的去评估 也向你们请托 我们这样的声音一直不断 不断不断的在发生当中 第二个主张是 或许你们如果真的真的觉得 不需要盖图书馆的时候 那怎么办 好啊 不然你 你这样 我再次跟大家说 这个地方目前现在做人做一些运动用的商业行为的一个员区 以前103年的时候 103年之前 他可能是一个月一瓶66块 那现在换约以后变成一个月一瓶99块 那我觉得这样的经济效益 所以如果要用这样的话 倒不如解决我们停车的问题 解决我们市容有害观战的问题 我们恰山地区 我们文恒青年从化区这 停车会不足 停到满四个 乌兜牌也是这样停 很像整条路 那很像搁 那叫什么 蜈蚣有没有 整条 整条路 就像蜈蚣都停 记车记车记车 那叫做汽车汽车 那如果这样子 倒不如把这一个用地拿来做公用的收费停车场 方便来这边消费的市民朋友 可以停车 然后也可以增加市库的收入 再不 因为我们公 我们市府其实 尤其公共局 很喜欢僻贱公园 那不然 如果你觉得停车场不好 好吗 那不然你把它做为你最爱的公园立地 然后帮我们增加几项 简易的运动设施 让民众可以来到这边散步的时候 其实有几个运动项目 其实可以方便附近的居民使用 这是亚信的第二个主张 就是刚刚是上策 这个算是中策的选择 再不然 第三个主张 下下策的选择 如果我们还是觉得要维持现状 漠视民意 拒绝任何的改变 文教用地继续租给 经营业者经营运动型的商业活动 工地施舍 共施用 然后继续挂羊头 卖狗肉 让民怨持续累积 我也只能跟市民朋友说 亚信真的努力了 亚信真的努力了 因为从应该没有人可以从103年到现在 持续一个议题 这样的一个中大建设 这么棒的一个建设建议 然后一直建议到现在 105年底了 我们是真的想要 而且是真的看得出来 它是真的为我们高雄带来不一样的一个风貌 而且它maybe可以成为是一个指标性 真的都有我们的杠式势力图书总管的钻石园区 然后西有我们魏武营的翡翠三角园区 这是一个很漂亮 一个很有连贯性的一个艺术园区 我想市长我不晓得您觉得如何 我是不是也可以请市长帮亚信答复一下 谢谢 请市长回答 好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有关于大辈福段的37地号的文教用地 要不要设置厨书馆 或者是教育局已经评估 他们有增设学校的一个人口的增加 是 赚三地区人口增加 这个部分 有可能下下 那个旁边有可能需要设立学校 当然我会尊重教育局他们的专业 因为未来学校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有那么大的土地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当时我们当时去看就是大概看到整个教育局的评估 知道这个地方他们未来可能人口增加 他们这个地方要增设学校用地 那刚刚李议员提到的未来的一个主张 第二个主张说有没有可能设立停车场 或者是公园立地 他的旁边都是公园立地 要不要设置公车公用停车场 我希望教育局跟交通局他们去讨论 如果有设置公用停车场的用地 那我觉得我们支持 我们没有意见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从来就是尊重民意 那我想 可是市长当民意都想要盖的时候 都想要这样的建设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来真的 也许是你个人主观的期待 那要不请研考会 我们做个调查吧 这个部分的 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需求 这样好吗 区域性的需求 现在每一个学校的图书馆 都拉到一楼 那我们都希望学校图书馆 凤山有多少图书馆 凤山未来需不需要新的图书馆 那高雄市政府在专业上 我们会来评估 那至于说将来 这个部分你提出来 刚刚提到 我想不要用什么挂羊头卖狗肉 我是这样说没什么好听 我看我们专业上 公屋在政府的部门 我认为怎么做 您知道现在少指化 我们几乎沿线的 年轻年度那一个区块 所有的学校 真的是减班减到好可怜 所以你说还会有 需要盖学校的一个 因为学校教育局 给我的评估是这样 所以我说或许是幕僚单位 给的资讯评估可能是有误的 所以我才在这里再次的拜托市长是不是 那要不教育局如果他的评估是不是我们现在现状遇到的状况 你可能不知道实际状况 那是否请研考会做一个专业的一个调查 那我会请研考会去评估 那另外的部分有关于公共停车场 那这个部分是我就请我们交通局 在那个地方如果有停车的需求 如果有那么迫切 那我觉得教育局你们当时你们这个部分公开招标怎么处理 细节我不清楚 但是如果那个地方有迫切停车的需要 那市民的需要优先考虑 谢谢 市长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我们是想至少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不然责中的政策 如果真的没有也就只能这样 那我们觉得说如果说 如果我那是这个主人 比如我那是教育局 我可能也觉得这个地方可能需要 可能有一点有时候会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在 那如果请研考会来帮我们 第三者帮我们做一个调查 我想或许有不一样的答案跟结果 那这个可能要再一次再一次的 拜托市长跟研考会来帮忙 而且我们那里有2.54公顷 那么大的地方如果真的要盖学校 也用不到那么大 我们只需要大概 你就300倍就可以做很多多元性的一个建设 不然其实我觉得你放在那边 只是增加好多好多的一个公园问题而已 接下来 迎接新南向高雄准备好了吗 我记得在市长市政咨询的时候 亚敬有提到 那小英总统在新南向的政策里面 其实不管是520就职演说 或者是在双十演说里面都有提到 那他有十大的一个行动准则 那在议会 亚敬有在议会里面举办一个 掌握新南向契机 高雄准备好了吗 这样的一个公厅会 让我们市府其实可以 跟学者也好 跟所有的新住民也好 可以有第一线的一个接触 那也听听不同的意见 检视一下我们刚刚是 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国际趋势 我们刚刚是为我们市民做了哪些事情 那亚敬对于迎接新南向 有5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 亚敬建议高雄市政府 设立新南向推动小组 并编列预算 拧定具体的计划 积极掌握新向的契机 第二个 建议高雄空中大学 设立新南向的 新南向学研究中心 进行东南亚南亚国家区域的研究 提供台商企业关于新南向对象的风土民情也好 文化历史也好 甚至经济投资环境等等资讯 以立台商迈进新南向的所需 那这个都是在我们公听会大家启示广益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亚敬在公听会的时候也有抛出这样子 就是请空大这边来成立一个新南向的一个研究 新南向学的研究中心 那在公听会的时候 其实我好像进发局还是研讨会也有去 他就说我们好像也有新南向的推动小组 但是他是某个科士某个谷里面的小小的一个小组而已 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趋势 这是一个大环境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高层级 让这个小组成员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职员去 收集更多的情职 甚至设计相关的计划去培育不同的人才 那是否应该积极掌握东南亚及南亚来高雄的留学生的动态 主动给予关心 并在毕业后协助让他进入台商的企业服务 就是比如说在越南的台商 避免他在我们台湾学完以后 然后就回到原来的国家 这样等于是浪费我们的教育资源 那第四个是积极推动东南亚及南亚的游客来高雄观光 第五个是其实市长您一直提出 高雄要做西南向的一个基地和门户 前阵子其实很开心我们那个观光局跟市府团队 其实有协助越捷也来到了我们高雄 让高雄跟越南其实可以直航 可是这还是不足的 这还是不足的 因为很多直飞的航线的多寡会影响 高雄是否能成为新南向门户的重要指标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那这也是亚金 其实在上次新南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建议 的议题里面 这一次在总执询里面要再次提供给市政团队 还有市府团队这样的一个五大主张 是不是也请市长帮我们做个简单回复 请市长回应 谢谢议长 谢谢李议员 感谢李议员对整个新南向政策 这么用心提出你个人的很多观点 这些观点当然非常重要 第一个高雄是成立新南向推动小组 行政院也有新南向推动小组 高雄在地理环境气候等等 跟这些新南向的国家非常接近 所以高雄是希望未来新南向政策 高雄是一个最重要的基地 这个部分整个蔡英文总统 包括林浅院长都认为高雄必须在新南向政策上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部分非常感谢 另外一个部分 整个空中大学要成立 要不要成立新南向学的研究中心 空中大学的刘校长他非常博学 对于新南向很若干国家 他们在学术上很多国家跟空中大学 都有一些交往 那未来在新南向对东南亚这些几个国家 对他们的历史文化产业可能的发展等等 这个部分我相信刘校长会有最好的准备 那我个人认为我们乐观其成 那第三点我们对于东南亚到台湾留学的这些学生 那我希望我们的未来教育部 包括现在在高雄东南亚的留学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他大力的一个照顾 让他们在高雄在留学的过程中 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跟热情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能够我们作为一个友善的城市 我相信他将来回到他的国家 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城市 跟他的故乡之间 是一个非常好的联系的通道 所以我们对东南亚在现在高雄留学的学生 我们非常重视 那我们也会认为现在高雄市 支持所有在高雄的东南亚的新移民 新的一些我们新移民的第二代 我们都认为他有学习母语的权利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很认真在学习母语 这些东南亚留学在台湾留学的学生 当然未来也是我们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 一个非常好的师资 这个部分我也希望 我们的教育局在这个部分 能够跟在高雄市若干的大学 做一个最好的联系 如果他们这些留学生有什么样的困难 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都应该给予大力的协助 那另外就是东南亚国家他们 我们增加指挥的航点 这个我们非常赞成 那我看到我们的观光局 不断地在跟几个国家之间 做了很多的努力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跟交通部的观光局 我们认为高雄在整个地方机场 机场未来的 这个叫什么会有 对不起 机场的落地会 我认为这个部分 应该要给高雄的机场鼓励 落地会应该要降低 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家 他们的航班 艳丽跟高雄指挥 这个都在努力中 包括若干的国家 能够72小时免签证 这个也都在推动中 所以非常感谢 在整个新南向政策上 很多好的意见 那我们高雄市府的团队会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利亚金议员 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 散会 我们下期见